好了 跑贏大師 重新入閘也都搞定了 全部馬筆準備 搭檔第九場三班1650米的 泥地會員杯準備 好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埋便位置有這隻大有作為 中間是風雲 內蘭紅衣還有大把世界 中間有財運湧上去 大外擋盈威勇士 中間位置粉紅帽還有這隻超勝多 再中檔大家贏 後面的馬有組紅色衣的熱爆藍 內蘭非常好 中間還見到有月老媽寶 尾四就是尼龍 再後面的三隻馬 跑贏大師 煽露明星 暫時包尾就是起來仙子 好了 開始跑對面直路了 前面盈威勇士 就帶了出來跑 開始慢慢捱過來 第二位的馬 財運就被他賣 再後面的第三位有風雲 第四位的馬匹 就是這隻超勝多的粉紅帽 賣變第五位 紅衣紅帽就是大把世界 再後面淺藍衫大有作為 再數後面的馬 大家贏了 還有組紅色衣的熱爆藍 後面的馬匹 外檔想感多小 還有黃衣的尼龍 賣變黃帽尾五就是非常好 後面四隻馬 月老媽寶線路明星 跑贏大師 包了最後 仍然是起來仙子 好了 過了這個六百米段處 前面盈威勇士 帶了出來跑 財運又要在他外面 慢慢走上來 風雲在第三 第四就是這個超勝多 賣變就是大把世界 外面淺藍衫就是大有作為 再跟著後面轉彎開邊 還有熱爆藍 最初是尼龍 鬥到最後二百米 迎威勇士 折離了大約有兩個馬位 入到最後二百 見到中間財運捱緊 外面上那麼多 還有大有作為 賣變位置就是大把世界 最後一百米 迎威勇士 鐵詠儀帶來了兩個三個馬位 贏定這場盃 跑第二名的馬就是財運 第三名是大把世界 和大有作為需要拍照 結果這場賽事 迎威勇士 只要交他足夠的前速 前面不要開到太快 結果是大勝對手回來 財運第二 大把世界大有作為 拍照欠第三 迎威勇士就贏了 回來的馬路程 有什麼可能被牠拖著 這麼輕鬆 有這樣的手綁 有這樣的步速 二人都難 你看到他組了兩班 都不怕快步速到來 財運第二 第三 大把世界 和大有作為要拍照 結果 呂卓然這隻十六倍 我們都撐到一隻腳 四十倍 這三分真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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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選了牠的腳 我選了牠的腳 我選了蜂衣足 夠了 牛禎大師 夠了 如果這樣配合到 牠已經肥 我只是牠的腳 我只是撿幾隻雞 有十分條 我也想 我不是這樣過關 不知道贏幾隻雞 十五倍乘七倍乘四十倍 幾隻雞 幾隻雞 不像 但是 購買的金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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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認同 阿賢仔開閘前說的 風衣粥食的發揮在轉彎 牠真的不夠偉達那麼盛 沒有辦法 沒有 你被動在裡面 對 你從來都是偉達的 那你沒辦法 厲害,大魔衣衣足 直落 剛才我們跟牠計算了 五倍、四倍 五四中二十 差不多二十多倍 幾十倍 又不是太多了 這兩隻都比較邊線 你想想有隨心隨意 泰山那些在 眼壓著 泰山壓頂 你過不了 對,你過不了多少 那兩隻很厲害 尤其是隨心隨意 那些姿態實在太客人了 他不跑嗎?潘頓不跑 不知道換誰 找人也會頭痛一點 到樹呢 走了嗎 應該還未 到你來吧 如果沖涼 這樣就要走 他們通常都很快會閃 對嗎 不是,沖涼 差不多 跑完第八場也會閃 好了 頒上這個會員杯 田怡山 好,就找梁家俊吧 好,看回這場賽事的巡邏影片 剛才看到呂翠賢就好 積極的四檔起步才運 積極的 這隻尼龍的脾性也是不好 剛才那裡因為那隻超勝多 和熱爆藍 稍微夾一夾他 他馬上一縮 自己也移到後面 他只是過了沙圈的脾性 對 沙圈好了 但是他在雜前 就是有點意外 就馬上不玩了 對 今天這隻有些不同的跑法 就是那隻風雲 對 對 你這樣把它放在前面 那又縮不到 找遮擋 想縮 熱爆藍 已經縮到了 又縮不完 縮不完 然後前面進去 已經縮到了 熱爆藍都今天比較前些 放到 但是 他不多 轉出去直接不多 可能傳明有些東西都不頂 或者其他健康上的問題 不折到 或者內在 今天很差 背湯尾 有這些位置 有一條爛 二十八個多走在前面 中間 怎樣可以不贏 對 怎樣不贏 你看看後面那些第三、第四 風雲用了前段 回來又不多 超勝多 上次有很特殊的情況 所以你們大阪世界 可以拿回第三 這些真的是人氣我取的地方 他在裡面 威脅數 威脅數 是不是真的人的問題 很難說 但按理這些 萬一望空就飆了 你看他的力度 你就看到了 潘頓 撻了三下 四邊 五邊 六邊 好 我想是有些 有些影響 頭段開過28秒33 接著22秒97 24秒02 沒斷24秒01 總時間1分39秒42 慢於標準時間1線2 但會不會被拒絕 再次去中間 有些影響 因為這次是 在裏面對 有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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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